那我們的政府是不是太軟弱了 我們政府 政府真的很沒用 而且老實說 你說得很對 因為他一方面 又希望不要嚇驚市民 說一國兩制沒有了 一方面他又要保住這班人 其實他很多位置 他都已經委任了這班人做 所以他又不想得罪他 所以他就在這裏踩鋼線 他就很為難 但我們就沒有辦法 我們要清清楚楚 要不有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 趕人自國 要不就沒有了 有些人就說已經沒有了 我都不會跟那些人爭辯 因為現在看到很多時候 中央的干預都很厲害 但是每一場仗 我都打的 不是說我打這場仗 就表示我覺得完全什麼事都沒有 不是 但是每一次有事的 人大釋法我們又吵你我 最近走到日內瓦崩他 就是各樣我都做 所以我希望市民是明白 但是這些事情 不是說我劉慧卿或者民主黨 或者是泛民主派就夠 是要很多市民的認知 大家肯出來去說話的 就是不要個個都走聰明 個個都以為 我又想不要得罪他 我又想回大陸賺食 又想賺錢 那你出去做 這些有時候是不足夠的 不過怎樣好 爛頭髮也好 就是我們會做 但是我覺得這些事 就是每一次 就是好像當他小孩子那樣 其實我也不是想打小孩子 不要用小孩子的例子 總之有些人是做一些錯事的 他每一次你就要出手 就是你不要顧食 因為這些事是我們的福祉 其實最到最尾 如果香港可以真正是一個自由 有法治的城市 這個一定是對中國的發展是有好處 我相信有中國人民 他是很希望 就是說保理大 你們千萬不要倒閉 你們不能倒閉 有些人說 其實中央對香港的控制都越來越多 那你認為香港政府 在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這方面的把關 做得夠不夠 他當然不夠 他自己邀請中央去釋法 所以香港政府就很有問題 所以為什麼我們經常說 要爭取普選 因為我們希望特區政府 是市民親手選出來 不是說我覺得一個選出來的政府 就去推翻共產黨 撕爛基本法 當然不是 其實你香港有什麼能量 他不讓你喝 不讓你吃 你已經玩完了 但是如果是香港市民選出來的政府 他要做一個平衡 他要回應市民的訴求 但是他都要搞定北京 因為北京委任 行政長官最終 就算那些局長 司長都是北京委任的 但是那個人就會拿捏得好些 而不是好像董建華或者曾蔡權 他都偷偷去一邊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們繼續有一個 不是市民選出來的政府 就永遠都是這樣 而且不僅如此 他因為又不是市民選出來 他又沒有認受性 那班有錢人 主要是他們 因為那八百人的選舉委員會 多數都是他們那班人在 最近我聽到兩會開會 哇 幾多人走上去北京 把他的背部罵到他死 那為什麼這麼多人這麼生氣呢 又不是錢作怪 尤其是最近 你知道金融海嘯嗎 很多有錢人都沒有 真的沒有了很多身家 就是很多人 你無論有錢沒有錢 很多市民 如果當經濟不好 他自己的處境很差 他第一個就當然埋怨政府了 那你又加上雷曼 又四萬虎主 又這樣又那樣 又有八號仔 又有匯豐 又有匯豐 個個都好知好不行 那個個就覺得 哇 這個政府這麼溶碌 豈有此理 你任志剛也好 你證監也好 你陳家強 曾進華 全部都辦事不力 害到我們這樣 哇 就走上去說你是你曾蔭權 最沒用 就走上去大罵他 你以為他很好過嗎 那所以你說真的有時候 有此理 如果是 是被市民罵 是不對的就是這樣 不是 這班有錢人走去北京 去告御狀 那北京就吵了 遲些一會又出來 又叫他學董建議 又有腳痛 喂 其實我們香港人 如果我覺得政府不好 我就應該用個投票箱 去打倒他 而不是你北京 我不喜歡你的腳痛 又有陰點過第二個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這個政治生態 是很差的 那那班有錢人 他亦都有錢無孔的 他當你行戰掌櫃是死的 他用不著理你 所以為何經常要去求中聯辦 因為他動不了那些人 是中聯辦出手 你去投票 你委任他 你做甚麼 他這樣 你說多麼悲哀 是 其實現在有很多立法會議員 都身兼人大或者政協的角色 那我就認為 立法會議員是民選的 但是你政協那些就是中央陰點 那其實這種身份重疊 會不會都或少都影響香港的內部事務 因為你政協上完去開兩會之後 那有誰可以確保到你在那裡聽到的意見之後 不會帶回來立法會 其實你覺得很對 所以黎貴康就不用搞那麼多事情 其實已經是很多介入 很多干預的了 但是市民可能就會覺得 雖然他有那個身份 但是他去參選 市民都投票給他 無論你是政協也好 你是人大 市民喜歡投票給你 我們都算了 就是你兩個身份 但是你在這個身份 就做這個身份的事 你就不要在那裡搞 所以就算那些議員 他是有兩頂帽子 他都不要在香港去 就是總之 我們希望他不要撈亂了那些事 他就去到內地 就說內地的事 當然他在香港 他當然可以說香港 因為他是立法會議員 他是行政會議員 所以你說得對 他已經在做的了 所以他們的影響是越來越深 而特區政府會配合的 就是越來越委任 更多這些有大陸陰典的人 做特區政府各方面的位置 就是擺了棋在那裡 這個就是來香港的那個 他就可以越來越走得 明正言順走出去台前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是這樣 那你就沒有一國兩制 但是我相信北京也不想公開宣佈 因為他經常在國際社會都說 最近日內亞都說 我們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港人自治 非常之首發的 即他還想有這個假象 我們也是要執著他說的話 就是經常跟他爭論 不過你說的那些雙重身份 那些是存在了很多年 那些是沒什麼辦法的 但是始終好像都是有些影響 不過… 有 但是你怎樣 我相信在香港你就很難 就算我們民主派都沒有提出 如果你是人大或者你是政協 我就恥奪了你去參選的權 是不准你去參加本地選舉 即我們大家也沒有提出過這些事情 所以你可能覺得我們是不對 或者什麼 但是大家都… 其實所有層面都已經接受了他 他們已經是這樣去解核 但是你想做香港議會的 你要去選出來 就算小圈子也是選出來 不過但是其實你有另一個身份 你就是中國的機構裡面的人 但是你又可以坐在這裡 但是如果想要堅守一國兩制的話 是不是應該不要參與這些小圈子的選舉呢 那你不要說一國兩制 我們什麼都覺得應該是普選的 但是有很多泛民議員都有參選過人大的 我以前是前線的 我們前線是從來都不會參與小圈子的 我明白有些人是… 即我是不同意的 而且那些小圈子 有時候有些人參與小圈子 我都去支持他 我要解釋 因為譬如像張超雄 他參加這個社福界的 我當年支持他 因為為什麼呢 他那個政綱第一條 就是他要打爛小圈子 他進去他要幫忙拆爛他 他要爭取普選 而且張超雄去參選 張超雄是可以贏的 他也贏過當年 這個選舉不是假的 但是你去選人大好心理 你怎麼會選得到呢 即是好像2007年 選行政長官 那八百人的小圈子 你去選 所以我們是不認同的 大陸有些人來到還好笑 他說 哇 你香港人真是厲害的了 假的都搞得好像真 我說你有沒有搞錯 我說你最多假的 我說你 不過他是罵得我們對的 八百人你都明知沒得贏的了 但我自己是不認同的 好 那跟Emily談到這裡先 待會再二碗內外 請問你